南湖大山部落学校学生唱泰雅族传统歌谣 欢迎台北欧洲学校各学科主任到来 体验泰雅族传统编制课程 台北欧洲学校19号前来参访 泰雅族南湖大山部落学校 未来两校学生将有机会进行课程交流 他们过来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也可以开拓视野 然后我们也会过去他们的那边 去看看他们怎么学习 是不是跟我们平常学习 就是学习方式是不是一样 就是在文化或是学业上都可以有一些交流 对 我们可以联系同学生 所以我们可以带着学习的行动 所以我们可以带到台湾的社区 所以我们今天就带着很多想法 尽管会在未来的工作 103年设校的泰雅族南湖大山部落学校 课程包含泰雅编织 传统生活技能 乐舞等文化课程 神方希望透过合作规划泰雅族语跟英语的双语神话书籍 还有传统戏剧 我们现在有些事情 学生的工作 可能有一个劇情的工作 我们将帮助他们的《传统》书类传语 我们将来做一个音乐的工作 透过这样的交流活动 能够让我们自己部落 原住民族文化 得一些比较优美的部分 能够让国际友人 让他们的一些小孩子 能够学习得到 也透过这个交流的过程 能够让所谓的不同文化之间 相互的认识 相互的理解 甚至相互的尊重 这次台北欧洲学校前来参访南湖大山部落学校 除了让双方学校学生有机会彼此认识 也搭起族群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别紧张乌鲁伊兰南澳采访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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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